有的时候我朋友送了一条赛极边墓给我 他说你的狗一个狗太孤单了 给你养个狗跟他做吧 谁知道边墓那个都斗志斗勇啊 边墓是边墓是比较凶的 他不但他这个女孩子他不但凶 他还要揍他啊 然后呢揍完他之后他要揍 揍完了嫁祸给他 聪明 他自己我给他锁笼子里啊 他把门打开出来溜 因为我家装监控我知道的嘛 溜完之后 照完之后之后 听到我那个电梯叮的一声 就把笼门关回来 我没有监控我都不敢 就现在那个 因为搬房子那个卡坏了 要不然这些都是 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啊 我跟你讲 一个夏天16双高跟鞋 只咬全新的 只咬根 然后咬完之后给你骗 我有一天晚上回家 要骗墓是吧 对我要疯了 我一进门 我说我这我这是招贼了嘛 一地 然后狗是在笼子里自己把自己锁好的哟 怕别蹲在那个凳子上委屈的呀 在叫一说 你看不是我干的吗 我管不听 一定要监控 他给我家狗逼到桌子上 桌子在那里叫他 吼他 面目不听 什么茶台 他把尾巴大扫 去给你扫电了 睡的 然后玩过之后 我就看的最搞笑的一幕 就是我那个那个电 叮 也是我开门的 我们家门是密码闯了 开门在前 听到密码叮叮叮 叭进笼子了 那是锁上 把门爬了 后面那个狗我受不了了 拆下拆到我受不了 拆我两套沙发 我就送人了